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求饶 13个形容词来描述私底下的自己 固执 然后阿信 然后宅 如果用1到10评分的话 会给演员王立文打几分 半分 那给编剧王立文打几分 7分 就是曾经演过副后七人女主角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经验 就是玩得很靠北的经验 评报品中你最喜欢的一剧电影台是 整片海我都给你了 你给我几条鱼算什么 张锦细改剧本 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 他很敬业 他很认真 至今影响你最深的一个人是谁 为什么 张锦细 因为他带我走入电影这一行 那至今影响你最深的一部电影是为什么 迷惘新的早餐 对 因为他让我笑着哭 然后把他看完 非常感动 那觉得自己最像哪一种动物 为什么 有点像老鹰 因为可以远远高高的观察大家 但是不会被发现 如果可以带三样东西到光导生活的话 你会选哪三种 纸 笔 还有相机 那写引爆点剧本最辛苦的理由是 就是要常常进入办案模式 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引爆点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电影 引爆点是一部可以让观众感动的电影 你不可以越选调查出去 没有搞清楚我不会下结论的 人都是有偏见的 我只相信科学 你没有知道这个案子有问题 你还要我放过 这就是你所谓的真相 人都有欲望和弱点 你也一样 小明 太帅有人 FRIAY